从104年 圆明会就开始推动辅导金石创业计划 17号举行107年度创业计划成果发表会 现场摆放着107年度入选的20家新创公司商品及经营理念 希望借此鼓励族人追逐梦想勇敢创业 那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族人 除了是被人家请当我们的企业的员工之外 我也很希望我们的族人能够有创业的机会 今年20组创业团队中第一次加入了土木工程业者 负责人江志伟从事土木工程10年以上 希望将多年深更改领域的经验发挥 从努力打拼的基层让自己成为接案的负责人 像我们这种苦干实干的 有时候可能食素方面都会超过别人 之前那个公司就想说 你就很认真的在做 那你要不要出来自己做我的下包 再来又知道说有这样的补助 想说那我们就来试一试 洁白的糯米酒浓醇的口感里 蕴含着家族的故事与文化内涵 出力酿酒业有限公司 重新找回家中长辈等人 过去传统酒区酿酒的技法 同时也借此打造品牌特色故事 借着百万创业取得合法执照 希望能提升产量 其实我们后来就是想说要传承手艺之外 然后酒区在酿酒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酒区制作以前老玩家他们都是不外传的 然后这个酒区制作我们想花了很多功夫 透过这次百万创业 然后整个自酒的流程跟那个工法上我们做调整 袁明慧表示这一次新创公司有五家文创业者 两家旅游业者 七家食农业者以及六家其他创新业者 其在透过创业计划提升原住民创业者 市场竞争力以及产业发展 原市新闻人士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